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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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鸡腿 还有 还有虾 先来一会 好吃 看他们那份吃香 哪个也不像皇后 皇后是微服司法 她必然会给香女泼妇 装成一模一样 看来本老爷得一个一个探查了 走吧 走 我不管 吃了吃 不吃 我的不来呀 快慢点慢点吃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谁呢 快吃快吃 管她呢 吃 怎么反应都一样 别服司法嘛 反正她也饿了 她得装蒜嘛 哎 那一个 你看 娘娘 在下没认错人吧 不许打扰我 我还没吃饱呢 你听说过卢州之府孙之山吗 她怎么了 你对她印象如何 赵直说 赵直说 原原原本本本的说 原原本本一字不漏的说 好 孙之山哪 是个大贪官 大脏官 大混蛋 笑面虎 对不对啊 她坏的呀 头顶生疮脚底流浓 她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她她吃她吃的人都不吐骨头啊 嗯 嗯 谣言 纯粹是谣言 谣言啊 老爷 啊 大喜事啊 什么大喜事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会 皇后娘娘来了 啊 啊 还说要表证你禁毒有功呢 哦 哎 娘娘在哪儿啊 哎 在老爷家里等着呢 哦 幸亏你没把她领到这儿来 我刚带去的 夫人 咱们赶快去立功 咱们这身衣服太寒酸了 哎 怎么见皇后娘娘呢 咱们穿得越寒酸 越证明咱们是清官 哎 走走走走走 嗯 嗯 嗯 你们 把这些臭婆娘都给我轰走 另外 把你吃了最多的啊 给我抓起来 等候发露 走走走走 干什么 干什么呀 走走 我们要吃饱的 我们还没吃完呢 不行 这孙之山太贪 加上她那个老婆推波助澜 事情做得太过 急凶难定 孩儿以为 郁娇说话得留点退路了 对 大鹏又有长进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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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都好办 马大脚难斗啊 咬狗不叫叫狗不咬 她在合肥一直不肯露真容 没准一口就能把孙之山给咬死 好 举荐之事 我已跟皇上做了解释 玉娇回去后 不但不能包养孙之山 还要说些担心的话 哦 我怎么说呢 你就说偶尔见到我 见我忧心重重 长虚短叹 我对你说啊 上贤者正知本也 现在不少地方启用了官员 良幼不齐 贪官屋里不少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卢州府的那个孙之山 不知是好是呆 哎 玉娇 她还说过 说这个跟上司也好 跟皇上也怕 别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 就算是要你拿主意 也要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 这样才能进能退 能守能攻 哎 你是这样说的吧 啊 哎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快拜见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你这不是牛大奶奶吗 这不是牛大奶奶吗 你 马皇后到死 官吏百姓敬你 大明洪武皇帝赤裂 还不快跪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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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孙之山 你知道我来这儿的目的吗 啊 啊 皇后娘娘是给本官 不不不 下官 皇后娘娘 是因为下官查封了赌场 来 来奖赏下官的 嗯 不要脸 脸皮比城墙还厚 你这卢州府第一夫人 还要不要跟我赌一把啊 牛大奶奶 不 皇后娘娘 不知者不怪吗 哦 皇后娘娘 嗯 下官廉政清白 爱民如子 令情禁止 还 还说什么 再编 我倒要看看 你给自己脸上贴多少金 嗯 嗯 是董大 赌场是董大开的 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 都是他干的 我屡禁不止啊 哼 你这话呀都说不到一块 你不是说令情禁止吗 董大 在 把他的罪证给他看看 是 这就是你狗官的罪证 里面名账案账都有 他有你的亲笔签名 敬 董大 你这个混蛋 皇后娘娘 你可得给下官做主啊 不能让他们这样诬陷下官 我是清白的 不信 你可以问她 哼 她是你老婆 作为知府 你不知道回避一下吗 啊 皇后娘娘 你可以问孙才 她可不是我老婆 孙才 给你的知府大人做一下证吧 回禀娘娘 孙之山上任以来所作所为 我全清楚 第一 她公然定价卖官 今天在场的就有证人 望娘娘明察 皇后娘娘 我是官迷心窍啊 我把我哥哥卢天叛二十多年的薛汉钱全偷了 花了一万两买了个显令 这回我估计差不多够杀头之罪了 你确实有罪 但还不至于杀头 谢娘娘不杀人 谢娘娘不杀人 皇后娘娘 我丈夫邓玉也是官迷心窍 用六千两白银给了孙之山 可是孙之山不但没给他官做 还把我白白强暴了二十多回 郑小娇啊 这个让人强暴了二十多次 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责任呢 孙才继续说 第二 孙之山让董大烧死皇后娘娘 又命我暗杀董大以便灭口 要不是皇后娘娘救我 我这条小命 早就没有了 狗人的孙才 你想杀人诬陷本官 本官是大清官 什么 你是大清官 你偷梁换柱 连本皇后你都敢陷害 你贪污诈骗 巧取豪夺 挪用官银 那些银子都哪儿去了 坦白交代 我家是有银子 可可那都是我自己的呀 都是你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 不信 你可以抬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吗 把它打开 皇后娘娘 这些银子都是我们合肥县财政库银 每块银子的侧边都有标记 绝非私银 请皇后娘娘明察 好 孙志山 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在你偷换我银箱的时候 你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皇后应银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父亲 父亲 不好了 何非出大事了 我早就料到了 马大脚押着好几辆球车 把孙志山和一些药饭押来南京 最晚三四天就到了 这些话是谁跟你说的 是卢州府有人来报的信 这人是谁 是一个叫郑小娇的女子 依你之见 孙志山和他的老婆会不会咬我 我认为肯定会 而且还会往死里咬 恨不得把你咬成肉渣子 大鹏 我看你面露凶光咬牙切齿 就好像你想把我咬成肉渣子 我怎么会把你咬成肉渣子 我只是把他们想说的说出来而已 你替他们说话 哎哟 父亲 我怎么会替他们说话呢 他们那些小人 他那些都不是糊涂人 把我扯进去 他们也免不了罪 如果保住我 还能为他们说说话 他们何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是父亲你别忘了 小人是最难提防 是最不讲规矩的 他们本来不认识父亲 和我们胡家又非心非故的 却找上门来送古董送真丸 送金送银奉承拍马 他为什么呀 为他自己升官发财 拍我这匹马 是为了把我当马骑 对呀 有奶就是娘 现在奶没了 还要杀头 肯定会变成疯狗的 有道理 看来 还不能掉以轻心 大鹏啊 你是真的长大了 对官场上的漩涡激流 能够从容应对 有你在身边 为父的担子可就轻多了 领书上总的说 值钱逆击 折其上势 以公为首 方为上策 对 以公为首 孙之山的事 只要小心对待 不会有大的风险 当务之急 试进攻 那得从宋景飞下手 宋景飞这张牌 不打则罢 打就要置他们于死地 我已经想好了主意 既能整死高起 又能激怒皇上 那送信的女子现在在哪儿 就在咱们家下屋里 她是孙之山的亲信 还是仇恨马大脚 为什么要来告密 她是帮丈夫来买官 被孙之山给坑了 她知道孙之山 是从父亲你手里买的官 现在看孙之山完蛋了 就想让咱们帮她一把 那就帮她一把 胡公子 孙府台会不会被杀头啊 这个很难说 因为她可是皇后娘娘亲自抓拿的要犯 那她要是被杀头 我们可就倾家荡产了 烦你给胡卫庸大人说一声 我丈夫邓宇她做人 那是忠心杠杠的 只要你答应让她当个县令 要我怎么样都行 这信是莲香给你送去的 送信的人我也没有见到 听家人说 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自称是玉萍公来的丫鬟 这是宋经妃的亲笔子吗 很像 刘老师 您怀疑其中有诈 你和宋经妃见面可非儿戏啊 万一让皇上知道了 新杖老杖一起算 你们俩必死无疑 还会牵连上皇后娘娘 再说 这会不会是胡卫庸设的圈套呢 学生也反复想过 圈套不大可能 静妃对胡卫庸避之唯恐不及 更不会听她的 静妃身孕日险 走投无路 皇后不在 周围又没有人可以商量 急于想见我 也在情力之中 她现在想要私自出宫 上寺庙进香 是个最好的借口 嗯 现在能见她一面 当然最好 鸡鸣寺就在城中 离皇宫不远 一向香火很旺 各自人等来来往往 况且又是大白天 在那里见面 反倒比较安全 你所言也有道理 那就去 晚上想请老师陪我一同前往 一是老师多有妙计 可以给急难中的宋敬妃出谋划策 再有一人为司 二人为公 万一遇到个熟人 有老师在场 自可免去流言蜚语 你这个小东西真会盘算 你是拉我当个垫背的 请老师原谅学生的苦衷啊 我就给你当一回垫背的 胡公子开心吗 开心 当然开心 可惜啊 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只能当个县令夫人 只要公子喜欢 我随时听从公子的吩咐 公子真是个好人 还亲自送我过家 没 风大浪急的 我就是不放心了 哎呀 胡公子 你就放心吧 我从小是在潮湖边长大的 小娇 你会水 会呀 我小时候没少在渔船上待过 你倒提醒了我 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是 真是的 这好好的帮我干什么呀 你帮我干什么 孙之山犯了死罪 你却为他四处奔走 也该斩首 可惜呀 我这个人 就是心太软了 还是给你留个全尸吧 扔下去 不 不 不 下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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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怎么啦 快点 走快走 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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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Music 高琪 嗯 你这么突然约我来 有什么急事吗 怎么是我约你 明明是你约的我 你哥 坏了 我们上当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三位师主 怎么还没走啊 我们为何要走啊 这早就清场了 乡客们全都走了 为何要清场 皇上和贵妃要记乡啊 赶快走 不能走 皇上已到四边门口 四周都有玉林金把守 而且任何人不能进出啊 那可怎么办啊 我看只能到厢房躲一躲 走吧 请陈我来 走 娘娘请 皇上你看 老鼠 快 踩啊 踩死他 怎么搞的吧 连个老鼠都不敢踩 皇上息怒 微臣不是不敢踩 而是不愿意踩 你是怕在这庙堂前杀生是吧 当初 朕在鱼皇赐当和尚的时候 见了老鼠赵踩步 老鼠 世间万物都是皇天所生 皇上乃皇天之子 天佑仁义 自从皇上做了天子 微臣就决心绝不再杀生了 老鼠 老鼠可是祸害 你说过 你是朕的一只猫 常逮耗子免胜丢 那是 那是 只对皇上怀有二心的不轨之徒 那样的老鼠 不要皇上吩咐 臣自会捕杀 绝不心思手软 这还差不多 这纸条 是你塞给我的吧 你让我们到这里来 是什么意思 不关我的事 是一个官人让我做的 他说 他说这叫瓮中捉鳖 宫中捉鳖 宫中捉鳖 打婚即可 京妃娘娘 你赶快换着她的衣服 越快越好 海妃啊 认识这位尊神吗 乖世音菩萨 人人都知道 乖世音这两边的 怎么各个凶神恶煞的样子 胡爱卿 你说说 皇上 微臣只知道是些护法神将和罗汉 皇上 那佛法精深 微臣浅薄 不敢乱说 别看他们一个个张牙舞爪 怒目圆瞪 可他们表示 风调雨顺 五五风登天下太平啊 有意思 皇上请讲讲 这风调雨顺 从何而来呀 这位直剑的金刚 叫增长天王 剑有风 私风啊 那个拿琵琶的 是持国天王 又叫堕罗渣 得渣的渣 啊 谈题吧要调音哪 思调 这个多闻天王之伞 思雨 最后这位叫广穆天王 他叫笔琉璃 就是 就是这个 琉璃瓦的琉璃啊 你看 他手织一条龙 龙有须 要顺 对啊 在真龙天子面前 这是个假龙虚 要顺 思顺 风调雨顺 看来全是胡卫庸一手策划的 想置我们于死地 嗯 孙之山完蛋了 他这是以功为首 先下手为强 京妃娘娘 你赶快混到僧人中去做功课 不要惊慌 嗯 高齐啊 你跟老夫演一场戏吧 皇上 这鸡鸣寺还有一个地方 勿请皇上圣驾亲临 那是个什么殿堂 供奉什么神灵 嗯 是一个厢房就在后院 什么也没有供奉 那你让朕去干什么 啊 皇上 微臣请你去验证一个梦 验你的梦 对了 昨晚上 微臣做了一个梦 有三件事情可以验证 这是第一件 有这等奇事 说说看 哦 皇上 今日 一些贵妃娘娘来进乡 虽经四僧清场 啊 却仍然有两个人躲在寺内 偷偷地幽灰 这是两个什么人哪 两个朝中之人 什么鸟人 竟敢如此大胆 这就要请皇上亲自去看了 走 哦 请 看见洪光了吗 看见洪光了吗 好像看见了 又好像没看见 刘老先生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快快快 快快 来来来来 叩见皇上 嗯 果然有两个朝中之人 吴爱卿啊 你这个梦只对了一半 你说他们两个 有什么可优惠的 不对不对 刘老先生 你在这儿搅和什么呀 哎 怎么会是我搅和呢 哎 我等正在跪拜皇上 贵妃娘娘是皇妃不跪也罢了 可你 站在皇上身边 盛气凌人的 你 你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 啊 臣叩见皇上 那就起来吧 啊 谢皇上 谢皇上 这胡卫庸说啊 昨天晚上他做梦 有两个朝中之人在这后院游会 怎么会是你们呢 你们这一老一少 有什么可会的 还要往这井里钻 皇上 微臣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 梦姐这井里发出了红光 暗示当朝天子今日圣驾亲临鸡鸣寺 所以便约刘老师前来验证 看见红光了吗 慢点 看是看见了 不过这红光旁边还伴着一道绿光 什么意思啊 红光表示真龙天子驾临 绿光表示有小人在旁跟随 行了 你们哪 都在跟朕耍小聪明 原本是要陪贵妃娘娘进个香 全让你们给搅和了 回宫 哎 皇上不去香房 怎么能验证微臣的梦对与不对 验证个屁 痴人数梦 皇上 那 皇上 来 皇上 回了 皇上 哎 秋菊 老师 这是到哪儿了 快到西山驿了 哦 那我们今晚就在西山驿过夜吧 啊 我刘伯温是以足智多魔文明天下的 没想到人家掠尸小技 我们俩就自投罗网 险些真的成了梦中之别 这个胡为庸太阴险了 查得掉了你和宋敬飞的脑袋 老师 是 学生以为 胡为庸实死伎俩 其用意恐怕不仅仅是想害我和宋敬飞 当然 他真正的目的是想除掉我 上旨到 上旨到 好 臣 刘伯温接旨 皇上有旨 御史中城刘伯温 速取御术房见驾 皇先生和高企今天去鸡鸣寺 究竟是去做什么呀 上香 顺便看看山水行圣 切磋诗文 不是胡为庸叫你们去的 我和高企啊 都收到了条子 字体难辨 我们一去才知道 谁也没有约谁便一笑了之 那你们两个去鸡鸣寺的事 胡为庸知道不知道啊 谢皇上点拨 如此说来 我和高企去鸡鸣寺 确实是胡为庸设的圈套 有意思 请问老先生 这胡为庸设的是什么圈套 像老先生这等人 学足以探三才之傲 十足以达万物之情 智足以升万马千斤的这等智谋大师 居然上了胡为庸的拳刀 微臣 微臣不好说 不是不好说 是说不好吧 人非生贤哪 像老先生这样已经年进花甲 功成名就的人 为什么非要跟胡为庸这种 比你差得多的人过不去呢 皇上 胡为庸扬奉阴违 居心叵测呀 不用再说了 老先生确实老了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朕不计较这些 老先生 朕有一事请教 皇上过谦 微臣不敢当 不客气 请问这梦中之事 可否当真呢 万万不可 那只是梦者睡眠之中的胡思乱想 所以古往今来多少人都不信梦 也才有这样的说法 痴人说梦 别梦想了 做梦去吧 还有做梦娶媳妇 大白天说梦话等等等等 那仙人托梦 神人托梦呢 更是无稽之谈 老先生 那鬼神也不信 当然不信 虽然朝阅上下都传说 微臣会观天象 能识阴阳 可皇上也知道 老臣一向信奉儒家学说 以前八百多年以前 孔老夫子就不信鬼神 所以才有子不语 怪力乱神一说 你去吧 擅有慧九仙姑 想必皇上既有心吧 若是有人以梦啊 鬼啊 神啊 这一套怪异之说混淆视听 不是九仙姑之类巫婆神汉 就是别有所图 万望皇上清醒对待呀 朕不糊涂 微臣告退 皇上 刘大人为何不高兴啊 朕怎么知道啊 这些天 他经常不高兴 跟他在一起 你 朕也不高兴 皇上跟微臣在一起呢 你说呢 当然高兴 谢皇上 啊 皇上 刘大人为何不高兴 微臣倒是略知一二 讲 还不是为了微臣的侄女玉娇 做了贵妃娘娘呗 这就是你胡为庸 这就是你胡为庸 以小人之心赌君子之父了 李玉娇为贵妃 老先生和高启都向朕请求过 他们是怕触怒皇上不得已而为之 皇上 刚才问问问过刘大人 他今天和高启去金明寺干什么去了 说是去上乡 上乡不假 皇上 他们才是小人之心呢 皇上这么尊重刘伯温 可他却帮着高启和宋敬菲拉皮条 是可忍输不可忍呢 这又是你的意测吧 皇上 微臣亲眼看见高启在刘大人家嗷大哭 李丞相可以作证 那天我和李丞相去刘大人家办事 看见此景只好退走了 朕的大臣 竟敢勾引朕的妃子 简直是岂有此理 何活用啊 你又提了这魂长事 不非你要欺死朕哪 微臣不敢 微臣罪该万死 可这事有关皇上的龙威 微臣不得不说 算了 算了 好了好了不说了 皇上说点高兴的事吧 你急宣微臣见驾 是为了梦的事吧 不错 不错 第一件虽然没有完全验证 第二件 微臣梦见皇后娘娘正从西北方向押回一批朔鼠 正在回京路上 两三天后便可到达 朔鼠 微臣醒来后就想 这批朔鼠一定是一些贪官污吏 卢州就在京城的西北方向 八成是卢州之府孙之山之流 哼 这算什么呀 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吧 这第三件呢 微臣梦见皇上即兴高照 皇宫里 瞎广万丈 从西天乐土飞来一支 五彩凤华 这又如何验证 那凤华 在凤天殿来回飞了几圈 又名叫树生化作一枚玉凤 落在后花园的凤池里 这大白天说梦话 皇上 微臣是说梦话 皇上 不妨到凤池去看看 在这儿 下去看看 找到了 找到了 快 快拿来给这看看 是 宝贝啊 霍庸 该不是你放进去的吧 纯属巧合 皇上 我这么一说你就清楚了 如果是我放进去的 我就犯了欺君之罪了 皇上 你说我敢犯欺君之罪吗 我量你也不敢 不敢犯了 你医器 他人是说梦话 为臣见过不少 先秦的 两汉的 隧唐的 真品也有 但这 可是周文王在祁山得到的宝物 我 确实是非凡之物啊 百姓啊 朕有些不解啊 如此端详之梦 为何不直接拖给朕 非要绕个圈子拖给你呢 皇上乃天子 神仙也不敢轻易打扰 神仙知道微臣终日侍候在皇上两侧 由微臣来转告 自然最合适不过 这样说吧 有点道理 你说这御凤来朝是什么兆头啊 皇上 古人说 有圣主出 则凤凰见 凤凰来朝 照是皇上 亦得人中之凤 这凤 又和御有关 哈哈 御 御 御凤 哎呀 这不是说朕的爱妃 无欲交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皇上 啊 当年凤鸣齐山 就有了周氏的八百年姬 今天御凤来朝正是我大明万代千秋之兆 此事当布告天下 隆重庆贺 不可 不可 和御交有关 还是不要张扬为好 朕是龙 娘娘是凤 普天之下 只有一龙一凤啊 如果让娘娘知道御交也是凤 岂不心里不快啊 不可 不可不可 来 圆堤客散 暮江头 人自伤心 蜀自流 云生雾起 君更远 清田万里 幻归周 老爷 你好好地伤心什么呀 人自伤心 水自流 水都流了 还不伤心吗 水流才不伤心呢 照小人看 水流多快活呀 水流直响 像人一样哈哈直笑 水往低处流还能快活 你想 水流到低处 河里 塘里 湖里 海里 到底了 踏实了 还不快活 你说的有道理 唐四 倒酒 老爷 你不能再喝了 倒 倒满 老爷 你 你慢点喝呀 刘老师 皇后娘娘回来了 抓了一大批贪官无力 老夫已经知道了 老师 你不高兴 高兴 自然高兴 可娘娘一个富到人家 实在是不容易 孙子山被抓了 又能怎么样呢 正好顺藤摸瓜 把她的总后台胡卫庸 也给揪出来 也给揪出来 没那么容易啊 我也是刚刚得知 那个曾经花钱向我买官不成的福上云 且而不舍的钻营 终于也买了一个扬州之府 已经走马上任去了 荆田万里 换归州 老师 你这是 老朽也该全身隐退了 血血软急 掏钱吧 那可不行 老师 朝廷离不开你 皇后离不开你 皇上也离不开你啊 死了张徒夫不吃魂猫猪 这是世上 少了谁东西啊 就是不能少了你 老师 不就是胡卫庸那帮小人捣蛋吗 以你的智慧 甘心输给他们 如今可不是打仗了 朝廷的事情 云者物诈 假作真时 真亦假 真作假时 假亦真 如今靠智慧 一切不行了 要靠卑鄙下贱 寡言掀耻 老夫学不来 做不来呀 所以 所以 不是人家的对手 老夫主意一地 你就不必劝了 皇后娘娘抓住了孙之山这批混账贪官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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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iner 皇上 皇后来了 走 秀英 啊 王后娘娘 请寿朕一拜 好 哎呀 不敢当 不敢当 这 这 皇上 你这不是折杀臣妾吗 不敢当啊 皇后娘娘 这次真是劳苦功高啊 在芦州挖出了一大批赃官 为我大明基业的稳固 立了大功啊 礼当受礼 李臣下 你们都颤着干什么呀 皇后只得志胆 功高太悦 恭喜后 贺喜皇后 大人们请起 谢皇后 刘大人今天怎么了 对皇后纸贪抓了一批赃官 不高兴 刘老先生 你怎么不恭喜皇后娘娘立功啊 恭喜皇后 贺喜皇后 刘老先生 请起吧 谢皇后 抬上来 皇上有旨 请大臣 请大臣 简约 这lot 这 tourism 百姓万众欢腾 粉枪膜拜 朕这一国之主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胡爱卿给我出了个主意 从七霞寺请来一位真神 供奉在昆宁宫 日夜陪伴着娘娘 那让这观音老母天天陪伴我 你这一趟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 不再没憔悴 反而越来越漂亮了 本来就不丑 是不是 不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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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丑 还只有双全 金国英雄啊 你这一趟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 你这趟跋山的死你 远政 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要是万一被孙之山他们暗算了 我还真怕见不到你了 不许胡说 你现在都成了观音菩萨了 谁还敢害你呀 那孙芝山 你准备怎么处职啊 孙芝山等主犯 灵吃处死 其余的就叫刑物量刑处置 那他的后台 你又怀疑胡庸 是 那孙芝山一伙人交代什么了 现在还没有 你拿到什么证据了 没有 就是啊 这就是刘伯温高启一帮人 又在你面前蹿跺了 文刃相亲 争风吃醋 他们这么错 就是要把胡文庸从我身边清除 不 可是孙芝山升任卢州知府 是胡文庸举荐的 你老忘这一点 不能这么说嘛 你说孙芝山升官最终还是我亲定的 莫非我也是后台啊 我说这个刘伯温今天一脸不高兴 就是为这事吧 对了 我也觉得刘老先生和往常不一样 我对刘伯温高启这帮文人已经够宽容的了 他们也太得寸进尺 为了丧门兴宋世君 高启那个小王八蛋 居然跑到刘伯温家去哭天豪地 我要不念旧情哪 一刀就把他给砍了 你怎么知道高启哭的是谁呀 你听谁说的 不用跟我说的吧 人家李善长也看见了 我问李善长 李善长说确有此事 那我就更糊涂了 难道高启跑到胡文庸和李善长家 说我哭的是宋世君 我 那倒也是 可是 你说他能跟他们去说吗 那就是胡文庸猜的 那你就没问问高启呀 我问他 我是皇上 这个小王八蛋勾引我的妃子 我不把他灭九族 我 我还填了个脸去问他 胡扯淡吧 自己也不问清楚 你说到胡文庸 你瞅你的德行去 你放屁 胡文庸又不是我亲爹 我生气的是啊 那小子他 他给我戴绿帽子 我是谁呀 我是皇上 你是皇上 那我还是皇后呢 你 算了算了 不说了 咱们睡觉去吧 你都让人戴绿帽子了 这叫我睡得着吗我 你倒是睡不睡呀 不弄个青红皂白 这叫我还就不睡了我 睡不睡 不睡 你 把我惹急了 我把你这个皇后给废了 说你是观音菩萨 你 你 你还不吃人间烟火了你 你还不睡 你还不睡 皇上 皇上怎么不高兴了 是谁惹皇上生气了 好 余依啊 去给皇上弄点好吃的 不吃 余依啊 快点去给皇上弄点路边汤呀 不喝 余依 我怎么看你的姿势那么别扭啊 快下去吧 好 嗯 皇上 你不吃 也不喝 我怎么才能让你高兴呢 嗯 上床 哎哟 哎哟 哎哟皇上 你摔疼我了 我又没惹你生气 嗯 皇上 按照皇后娘娘规定的士气名册 今天不轮我 皇后算个屁 你少给我提这马大脚 不烦 皇后娘娘怎么惹你生气了 不是说了吗 你少给我提那马大脚 你少给我提那马大脚 皇后是我疯的 我说废就废了 皇上 你说这句话 也不是第一次了 人家都说啊 皇上是惊口欲言 我看也不一定 皇后娘娘多有本事啊 有那么多人帮她说话 给她撑腰 我看谁也飞不了她 皇上 你就忍着点吧 我都忍了十多年了 不能再忍了 皇上 高兴点 这也不都是烦心的事啊 你看 神仙都给你送玉凤来了 这可是好兆头啊 皇上 我听说你得到玉凤特别高兴 爱不释手 就像当初 你得到我一样 你是不是又野心 皇上 你多心了 臣妾是希望你别心烦 又伤身体 绝没有别的意思 真的时间啊 真的没有 那就好啊 你真想让我高兴 真想让你高兴啊 来 自己脱衣服 快脱 今天你可是占了大便宜了 你自己不是也说吗 你自己不是也说吗 今天的侍寝册上 就没安排你 朕今天本来是重姓皇后的 她不识抬举 活该 你快脱呀 看来 时机还没有到 我还得忍耐 不过 裂痕已经出现 就很难愈合了 我等着看你们自相残杀 朱元昭 你也就剩下 上床的本事了 老先生真的要隐退吗 老先生虽然痛达大度 却也很故事 是 微臣百般劝说 也无济于事 你说 他为什么要走啊 他说他要全身允退 我看不是 老先生 不是明者报身 贪生怕死的人 他是怕 胡文雍无欲骄之流吗 也不是 他是对皇上 失去了信心 那天晚上 皇上要来临信 臣妾心想 我是大祸临头了 可没想到失了一场天火 更没有想到 娘娘走以前 都已经安排好了 臣妾何德何能 让娘娘如此操心 我真是罪该万死 不能这么说 这次回来 见到你安然无恙 肚子还不太明显 我就放心了 你后来又给高杞写信了 写过 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这一肚子的苦水 也只有跟他倾诉了 你写得 是不是特别凄惨呢 你这一哭啊 可哭出乱子来了 我骂不得 死不得 连哭也哭不得吗 哭你也得找个地方哭啊 躲在没人的地方哭 藏在被窝里哭 跑老先生家去哭去 你哭得好听啊 娘娘要是在京城 小东西就去跟你哭了 那我就臭骂你一顿 你那天好哭 让胡文雍 李善长 全都听到了 听唐四说 胡文雍李善长是来了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怎么 胡文雍又要找茬子 他又在皇上面前告了你一刁壮 这个王八蛋 欺人太甚了 自古圣贤多磨难 奸凶恶少进封侯 小东西不才 报国屋门 也只能学刘伯温老师了 怎么 你也要走啊 对皇上失去信心了 别这么悲观 洪湖不是已经飞起来了吗 山崇水赴也有柳暗花明的时候啊 老先生可是去意已绝呀 那就让他走 我呀 明天送送他 让他走 他可是中流砥柱啊 敌也好 住也罢 他执意要走 拿绳子也拴不住啊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去吧 秋决 回宫 是 娘娘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小东西知道 这不是娘娘的为人 娘娘是不会放老先生走的 对吧 老师 你真的要走吗 我把辞城都已经写好了 明天上朝给皇上 皇上要是不让你走呢 皇上会不让我走 是啊 皇上已经嫌我们爱手爱脚了 胡于庸 吴玉交 李善长他们再亦怂恿 刘老师 刘大人 刘伯文老先生 你可不能走啊 小东西啊 为了挽留我 你还要喊我什么 只要老师不走 让晚上喊你爹 喊你爷爷 喊你祖都诺城啊 让我走 我可以多活几年 你我仍可以往来走动 师哥畅达 哎 人格有志 你就不必走蓝了 刘老师 师母 你就不能劝劝老师吗 老头子也是看透了事态炎良 心力交瘁呀 无可奈何 他又何尝想走呢 昨天夜里 他翻来覆去 一夜没睡着 夫人 高启大人 皇后娘娘来了 皇后说是 来送我家老爷的 还抬了一大箱礼物好重 坏了 赶快去禀告老爷 是 叩见 叩见皇后娘娘 不客气不客气 平身 娘娘你这是 夫人哪 我跟老先生有些话要讲 娘娘我先告退你请坐 你们也都下去吧 是 你们都起来吧 娘娘你真是来给刘大人送行的 他执意要隐退山林 过悠哉悠哉的日子 他无情我不能无意啊 你好糊涂啊 放肆 小小年纪 跟我说话没大没小 没上没下的 娘娘 微臣今天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你一句晚留的话也不说 就来送行 微臣可是正在劝老师啊 劝得怎么样啊 劝不成 娘娘 老朽年事已高 实在无能 愧对娘娘和皇上的知遇之恩 刘老先生 你说来说去 不还是这句话吗 这一项重礼 是我跟皇上送给你的 你何时启程啊 皇上知道我想走 也答应让我走了 不行 老先生不能走 他一走 江山社稷怎么办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 靖妃呢 靖妃的事可是迫在眉睫了呀 是啊 靖妃眼看就要出怀了 是死是活 随他去吧 娘娘 此事可不能等闲事之啊 你一个足智多谋的刘伯温 都知难而退 逃之夭夭 我作为一个女人又能怎么样呢 刘老先生 你既然要走了 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朝中有的是能人 那个胡文雍就算是一个 你走了不出两年 这个胡文雍就能做到丞相 朝中有这种人还愁什么呀 娘娘 此话当真 是真是假 刘老先生你听不出来啊 看来刘伯温的确是空有其名啊 人家胡文雍就是比你有本事 有韧劲 你就是比不过人家 我是不想跟那种小人争高敌 可这娘娘绝对不能让她得逞 一旦她做了丞相 大明朝必亡啊 亡就亡吧 谁让你走了呢 人各有志啊 我可没有留你的意思啊 再说我也留不住你啊 谁不想图个清闲呢 你前脚走我就后脚跟 回我苏州老家 过轻轻松松的日子 娘娘 你可不能走 你跟老臣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 大明的天下可是姓朱啊 是姓朱 可是我姓马 哎呀 这个牛啊 马呀 就是给人拉车套园子 吃苦受累的 俗话怎么说来着 是呀 出的牛马力 吃的猪狗食啊 这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 哎 也怪我一时糊涂 没有这金刚座儿 非得揽这瓷器活儿 我把这吴易娇立为贵妃 我又降不住她 好啊 我也让贤吧 让她来做这皇后吧 我不干了 娘娘 娘娘 你 你不要再骂老臣了 老臣不走了 你可真不走了 你口口声声说 你年事已高 可是 你比江子牙与中文王的时候 还小二十岁 皇上说 你是诸葛亮 诸葛亮 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而 娘娘 娘娘 老臣一时糊涂 惭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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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啊 老师 只要你不走 大明江山就渐如磐石 娘娘 可是 你已经把老臣要走的事情跟皇上说了 我哪有那么傻呀 老先生 起来吧 这 娘娘 老臣决心不走了 请你答应 把这箱种梨拿回去 老臣再起来 来 送出去的梨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呀 再说 这可是无价的国宝啊 高启 你把它打开 好 刘老师 你快来 快来看 快来看呀 娘娘 您是在拿老臣开心哪 老先生 这难道不是无价的国宝吗 这 对对对 那次垂带回来 皇上百逾院时就说过 老先生 是大明天下的中流砥柱啊 我早料定 你会留下 你才真正是大明的中流砥柱啊 臣妾拜见皇上 又知你 天这么晚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高启这个小东西 又到刘伯文家窟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去 正好抓个正着 何人敲门 我家老爷说了 有事儿白天正大光明的来 晚上盖部会客 唐四 是皇上和皇后来了 快开门 叩见皇上皇后 小人这就去通报 小人这就去通报 不必了 你守在门口 别让人进来 是 皇上皇后 皇上皇后请坐 来吧 微臣冤枉 皇上是委屈在下了 委屈你了 你色胆包天 朕还要娶你人头呢 没有皇上 就没有微臣的今天 皇上是君师傅可以杀我 但高气不服 天下人不服 皇家祖宗也不服 你个小东西 胆子不小啊 你还敢顶撞寡人 皇上本是明君 可不能听起小人之言 胡乱猜疑 作为昏君之事混账 皇上息怒 小东西 你怎么那么没有历练 没有臣服啊 不管怎么说 也不能顶撞皇上啊 有话好好说吗 皇上息怒 皇上是委屈高气了 不许啊 高气确实是多次痛哭 可他是为了皇上啊 为朕哭 朕还没死呢 要他哭什么 皇上 请开 请 大明皇陵之辈 孝子皇帝元长谨述 宏吾二年十月照命 新造皇堂 但见宾发花生 忽似往日艰辛 皇陵 皇陵碑迹 多是粉饰太平之吻 空不足为后世子孙界 特殊艰难 世名长运 世代见之 不错 写得不错 至我者 留老先生也 是啊 你看前几句 就像皇上自己说的一样 写得好啊 可是皇上 这些文字都是高齐写的呀 老臣也写过极高 高齐全都不满意 说既无文采 又不像皇上的口气 于是他日夜推敲 穷元推本 才写出这样如此美妙 而朴实的文字啊 如此说来 倒也难为他了 皇上 再往后看 后面的碑文堪称千古一绝 是文 是诗 是经 是史 如气如素 如歌如富 可于太史宫能抄桃渊鸣啊 哼 有这么好 喜我父皇 愚居是方 农业艰险 朝夕旁 既不愚帝 淋漓愁愁 我义兄之慷慨 为此惶嚷 病无关 背替鄂上 敷衍三尺 天和遥将 济藏之后家道惶惶 众兄 众兄少弱 生计不章 梦扫邪幼 东归故乡 值天无语 怡黄腾祥 兄为我哭 我为凶伤 黄天白日 气断心肠 老师啊 真是 伤心不已啊 这篇碑文 高启和我久一起搞 每回改着改着 他就痛哭不止啊 走东西 擦擦吧 解决日子 微臣也是和刘老师在这里改碑文 微臣眉眉想起皇上打天涯的奸细 就忍不住悲声 胡文雍和李丞相还嘲笑我 嘲笑就嘲笑吧 李丞相在从军前是做买卖的 家境不错 胡文雍是大少爷出身 所以哪儿来的这些感受啊 是啊 他们也没有这个感情啊 皇上高启看皇上皇后 胜似亲生父母啊 别哭了 朕错怪你了 李大人 吴大人 皇上要大张旗鼓地给皇后做寿 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是啊 皇后还不到四十岁吧 三十九 那又怎么样 她是皇后 十八岁也可以做寿啊 皇上还说要文武百官都去贺寿 去贺寿就得有贺礼 李大人 你说送什么为好啊 老夫也觉得为难啊 昨天晚上皇上本来要去我的万春宫的 半路上被皇后娘娘给劫走了 说是要去刘伯温家里 不知道他们跟刘伯温高启商量什么事 所以就有了给马大脚做寿的事 没有马大脚 刘伯温和高启之流就好对付 没有刘伯温高启之流 马大脚也好对付 他们上下联手串通一气 事情就难办了 孙之山他们被抓来七八天了 没有一点动静 没有动静 就是有名的 四爷 和芳草 孙之山会不会胡说八道 把你给咬出来呀 我谅他们也不敢 举荐的事我已经跟皇上说过好开拓 他们在合肥的所作所为 硬要牵连上我 未免牵强 他们给我送的礼也没外人看见 我可以失口否认 以防万一 我一把孙之山给我送来的古董针丸 都转移了 那空青和玉凤呢 有这两样东西我就更好开拓 空青是公开送的 玉凤嘛 皇上怕皇后嫉妒不敢提 我也怕孙之山乱咬 早已让人用老玉仿造了 皇上手里的那个其实是假的 到时候我可以说是孙之山骗了我 还有那个大乐父呢 这是丑事 传出去只能让朱元璋成为千夫所指 这些东西 马大脚刘伯温刑部没人知道 只要无人追查 他们肯定不会往自己身上泼粪 江啊 还是老的啦 四爷想的周到 六涛怎么说 凡谋之道 周密为宝 有备则制人 无备则制余人 有谋有备 风浪再大 也可以稳操胜券 初时是皇后的生日 眼下当务之急是庆典之事 这事以前皇上没当回事 忽然间想起要大操大办 肯定有名堂 他如今江山坐稳了 当然要忙着修祖灵 转碑纹 做兽弹之类 这些风光八面光宗耀祖的事了 皇上如此隆重地给皇后做兽啊 这事也跟我有关啊 对 朱元璋就是想要朝臣们都知道 他虽然喜欢玉交 并没有及三千宠爱于一身 对人老朱皇的马大脚反而更好 以显示自己的品德高尚 他是想安慰马大脚 群臣和后宫嫔妃给皇后祝寿 就得送礼 这里头文章可大了 碰上朱元璋马大脚这两个东西 是真他娘的倒霉 不怕他自高自大 目空一切 不怕他贪得无厌 娇奢淫逸 不怕他昏庸糊涂 浑浑噩噩 怕就怕他 不真不假 不好不坏 不阴不阳 不明不暗 他捉摸不透啊 所谓捉摸不透就是他很会玩手腕玩人 别忘了朱元璋虽然是个土包子 还有点泼皮无赖 骨子里可狠哪 他会玩我们就要比他更会玩 因此这皇后的寿礼得准备三种 轻的 住的 不轻 不重的 对 送礼看百家 人家重啊 我们也重 人家轻 咱们也轻 看一家就行了 刘伯温跟他走 没错啊 胡威庸的那条走狗胡二 一直在跟踪我 你进银楼去干什么 想给我妈打一副手镯 银楼的老板你认识 认识 可我不知道胡二要是什么坏 就没提打手镯的事 你再去一趟保清银楼 请那个老板帮帮忙 胡二要是再去大提 就让他这样说 保清银楼老板跟我说 刘伯温派他的家人唐四 去定制了俘虏兽三座金像 还要敢在出石前 连夜打造好 金像一座有多重 一座用料黄金三百两 三座九百两 这么重 这回东蛮子可下血本了 不会有错吧 绝对错不了 那老板又不认识我 干嘛要骗我啊 是老板主动跟你说 定制金像的是刘伯温 老板没提刘伯温 是我想办法从他嘴里套出来的 这么说 是不会有错了 他打三座金像 用黄金九百两 我要以一当三 用一千两金子打一座大度 弥得佛像 想那这就去办 你去换一家金店 是 是 大概了 你去换一家产 不认识我 看员 不认识我